有什么果效,别人会称赞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只能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器皿 真的在做工的是神 是神通过我们,有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 那如果没有神,我们本身再努力做也没有什么果效 所以如果我们做有什么果效 我们只能说我们只是一个仆人 这个credit应该是神,不是我们人 那如果大家能够用这种很谦卑的这种态度来做圣工 我想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不断地服侍他 所以虽然一个人有大的信心 能够移山倒海把神的工作做完 到最后他还是一个无用的仆人 所以特别加一个无用 不是只是仆人而已 是无用的仆人 因为这是一个器皿而已 那现在十一节一直到十九节 这个十一节到十九节 我们很深入地来把它思想是有一些意思的 什么叫做感恩的生活 首先 十个人来求神的恩典 只有一个人来感谢神 所以这可以讲说 求恩典的人多 感谢的人少 那也可以说 得恩典的人说 但是感谢的很少 这个比例差不多是十跟一的比例 那当主耶稣叫他去给祭司查看 这个给祭司查看 这是一种律法的要求 这是一种外在的 外在的动作 这不一定需要 需要有什么很大的心在里面 但是那一个人回来归荣耀 感谢神 这个就是真的出于他的心 所以这也 从这个专业圣经也可以看出来 外表在遵守仪式的人很多 但是真的用心在敬拜神的人不多 这个比例大概十比一 因为如果这十个人是真的很认真 要跟神建立关系 他麻风病好一定会回来 但他只是有外表在遵循 内心没有commitment 所以到最后只有一个回来 那这有时候也告诉我们 我们常常很容易 身跟心没有同在 人来到教会 但是我们心并没有来 或者说一个人 教会里面有一百个人在聚会 那真的很认真在追求的 可能只有十个 可能 用这个比例来讲十比一 那我们现在再进一步来看 这十个人得到什么恩典呢 就是麻风得到医治 那这个麻风 我们从史临上来解释 就指着罪 那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乃曼 犯了麻风病 后来怎么得医治呢 就是到约旦河去沐浴七次 借着一个小石女的建议 沐浴七次 那个麻风就是代表罪 沐浴就代表洗礼 那小石女就是代表我们 借着我们这样 很简单的见证神的恩典 有时候神在动工 那个人就会信 那信就会有行动 就来找当时的先知 然后去沐浴七次 就好起来了 所以这个罪得到神的赦免 这是我们从神得到最大的恩典 人一生得到最大的恩典 不是长寿 也不是财富 也不是知识 也不是智慧 不是看得见的 人得到神最大的恩典 是看不见的 罪得赦免 然后得到属灵的尊贵的身份 做神的儿女 将来能够有属灵的身体 到最后能够亲眼见到神 所以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神真的爱我们 要让我们属他 向他 见他 那是永久的 我想那才是真正神的恩典 神的爱 所以 这个麻风党 大麻风得到医治 这个其实就是在指着 罪恶得到赦免 那我们现在来看 感恩的表现是什么 什么样的生活叫真的是在感恩 从这段圣经给我们三个很重要的重点 然后从这段圣经也可以看到感恩的好处 一个人过感恩的生活有什么好处 那这个感恩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我们看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 远远站着 十个人而来 然后 十五节 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 就回来大圣归荣耀给神 十个人在一起做事情 常常是 有一些是跟的 有一些是带动的 但是一个人 自己在做事情是真的出于心 不然你就不会去做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一个人 他会回来感恩 就是自动自发的 为什么自动自发 因为他知道我今天 麻风病得到医治 这是出于主的恩典 所以我要 要来感谢神 自动自发 因此这个感恩的第一个特色 就是自动自发 不是被勉强了 不是 You have to 而是You want to 不是谁勉强他说 你要去 回来归荣耀给神 是他自己想要的 为什么他自己想要 因为主对我这么好 我怎么能够不回来呢 你看那个摩大拉玛利 身上有七个鬼被赶出去 那赶出去以后 他自己就去跟着耶稣 耶稣的生活很困难 狐狸有洞 飞鸟有操 我没有放枕头的地方 谁愿意过这种 漂流不定的生活 但是他竟然愿意 选择这个方式 为什么呢 就是感恩 身上有七个鬼都不正常 全家都受苦了 现在鬼一出去的 生活正常 全家也正常 这个恩典 一生难以报答 所以他跟着耶稣 服侍耶稣 不但服侍耶稣 拿自己的财物 来供给耶稣跟门徒的需要 不是谁勉强 是自动自发的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也是一样 我们在做圣工 绝对不是做给人看 我们在做圣工 是因为我们内心的 最深处感觉到 我得到神很多的恩典 我不论怎么做 我都没有办法报答 所以出于一种内心 对神的恩典有感受 产生一种外在的行动 这样来服侍神 那么这种服侍 才是漂亮的 这种服侍才会感动神 这种服侍也真的 才会蒙神祝福 因此一个人如果没有 对神的恩典没有体验 他服侍神的动机 不是出于神本身 这个服侍将来一定会出问题 因此保罗在服侍神以前 一直问主啊 你是谁 就是要去认识神 那在我们认识神的过程 你越认识神 你就越发现 神真的很爱我们 你越受到神的爱的感动 你越觉得说 我要为神而活 我要服侍他 那任何一个人 如果他服侍神 不是出于对 以神为原因 这个服侍一定有问题 他的动机一定有问题 那到最后服侍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服侍到最后一个 一点就是要灵修 所谓灵修就是要认识神 要被神感动 被神吸引 你才能够问下一个问题 主啊 我愿意为你做什么 主耶稣要保罗做的是什么 是牺牲 是受苦 到最后殉道 为什么保罗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是因为前面的一个问题 他得到答案 主啊 你是谁 他就是为我们牺牲的主耶稣 爱我们的主耶稣 因此这个感恩 感恩所带给一个人 就是自动自发 所以全教会里面 如果你看很多人有感恩的心 教会生活不会找不到人做的 怎么会找不到人做呢 大家一直想要来做圣工啊 因为我要报答神的恩典 你没有工作做 你找负责人问 一定有工作可以做的 工作是做不完的 教会的工作 如果不做你就没有工作了 居然会门关起来 大家回去没有工作 你如果真的要做 做不完 教会工作做不完 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有感恩的心 你很多工作可以做 因此这个感恩的表现 就是自动自发 这个人自己回来 自动自发 这第一个感恩的表现 生活中感恩就是自动自发 你自动自发 去会去读圣经 会去祷告 你自动自发 会去带木道者 你自动自发 会去关心 比较软弱的信徒 因为你心里感恩 这是第一个 生活的表现 第二个 感恩的表现 就是把神摆在第一位 你可以想想看 这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们有多少年 离开自己的家庭 有的可能三年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说不定 因为一旦大麻风 就要隔绝 你所有都要放下来 要隔绝 会被传染 现在忽然间 去祭司查看的半路当中 忽然间我麻风好了 忽然间麻风好了 你前面就有很多事情要办 我们也听过见证 有的信徒病了好久 忽然间病祷告好起来 想去餐馆吃一顿 洗个澡 看看朋友 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这个麻风病 一好以后 九个人 他发现有很多事情 他自己很多事情要做 他就跑掉了 就做他自己的事情去 一去不回头 那么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 他发现了 最重要还是要来感谢主耶稣 所以他就回来 所以这个人 他做的决定 跟其他九个人 做的决定不一样 大家都愿意顺从 自己肉体的欲望去做 所以你要做一个决定 违反自己肉体的欲望 这是不简单的 这是不简单的 因此这个所谓感恩 就是把神摆在第一位 我要先来感谢主耶稣 然后我再回去做 我自己的事情 那这个原则 把它用在我们生活是什么 什么都要神第一位 你这个薪水 薪水拿回来 第一个 十一捐要先扣起来 每一年的income 第一个十一捐要扣起来 然后才来做你的budget 我要买房子买到什么程度 我要看我的income多少 我每个mortgage 可以付到什么程度 要把神摆在第一位 先扣出来 你不能够 我们超过的能力 买了很多 然后我们发现说 我十一捐奉献不出来 神是很understanding 我奉献一点 以后我再补回来 不能够这样 我1982年到美国来 那个时候教会 一个月给我三百块钱 我就想三百块怎么活 是不是真的很难活 但是我还是活过来 那个时候我就头脑第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又当船道 教会给我三百块 十一捐暂缓一下 我六个月没有 三百块十一捐多少 三十块 对我差不多十个月没有 我看多少块钱 我大概十个月没有奉献十一捐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知道 我在台上一直讲要限十一捐 但是我没有在限十一捐 因为我有理由 我收入很少 我又当船道 有一次我开车去家庭聚会 不晓得怎么搞的 我怎么会车子去刮到消防栓 刮到一横 熬了一个洞 我第二天就拿去修车厂 估价三百块钱 就是十个月的十一捐 那后来我就醒过来 真的这个钱不能够省 你钱的你一定要先扣下来 然后你归给神 那么神会在其他的方法祝福你 你绝对不会发生问题的 神的儿子怎么会有越饿死的呢 两百万以色列百姓在旷野 天上都可以试麻辣 磐石都可以流水 你还会饿死吗 不会的 所以这个把神摆在第一位 就是神的东西要归给神 那如果教会里面 大家都现实一间 教会是一定财力非常的丰富 所以这个就是感恩 把神摆在第一位 你要做任何事情 神要第一 你要安排任何事情 时间上神要第一 所以每一天 每一天你一定要有一段时间 你好像说你上班回来 虽然很累 你一定要吃饭 这些都没有关系 但是完了之后 你一定要有一段时间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全家一起祷告 读圣经 这个就是感恩 把神摆在第一位 但是 有时候我们在听人在勉励 如果你有时间到教会里面来聚会 那这很难 什么叫做有时间 所以你就看到有的人 不一定每个礼拜来教会 好几次来 好几个礼拜来教会 因为有时间才来 所以我有时间我再来 那这就很难 做圣工也是一样 你说有时间才来做圣工很难 你早一定看不到人 生命是神给我们 有生命才有时间 所以感恩 就是把你的生命拿十分之一给神 这个就是神 这个就是感恩 一个礼拜有七天 168个小时 什么叫十分之一 16.8个小时 你把这个拿出来给神 这个就是感恩 如果每一个人 一个礼拜拿16.8个小时 来做圣工 教会里面怎么会发现说 有工作没有人做呢 就是我们本身 安排太多我们自己的事情 时间上 你没有十分之一献给神 但是你仔细把它看 你仔细把它看 我们车子开得很快 为什麽要节省一点时间 我们吃饭吃得很快 为什麽要节省一点时间 所以这Burger King 边吃边开车 要节省时间 但是节省这么多时间 做什么 你仔细算 回到家里 有时候聊天 不是一条两个小时吗 看电视 一看几个小时吗 shopping一次一个下午吗 所以你开车 开这么快 这么危险 省了一点时间 shopping全部用完了 是不是这样 因此我们不是没有时间 你如果能够把shopping少一点 看电视少一点 聊天少一点 你要限十一捐给神 你的时间要用来给神 是有时间的 绝对不会没有时间的 那问题关键在哪里 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感恩 如果有感恩 神就是第一 一个人爱我们 爱到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能够为他保留什么 如果我们这样问你就知道了 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者 他出来当传道 后来遇到一些事情 挫折 他不想不想做 有一次他在带领灵会 最后是圣参礼 就祷告的时候 他看到一只手 只有一个手掌 远远的很小 上面的一个钉痕在上面 然后血一直滴下来 然后那个钉痕这样一直近 越近越近越来越近 他不敢看 他知道那是主耶稣的时候 越来越近 他就流眼泪下来了 然后有一个声音问他 我为你钉十字架 你为我做什么 那这个声音你问之后 他就痛哭了 他不敢想说 遇到一点挫折我不做了 就继续做一直到现在 所以我们人能不能真的很认真 在教会做圣工 最后一个关键点就是 你有没有感恩的心 只是被别人勉强的 做不久的 做到一定程度 你牺牲到一个程度 你就再也没有办法牺牲了 一下子你就退出来了 或者新鲜感 这个圣工我很新鲜 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就做不下去了 一个职份挂在你身上 你做了一段时间 如果你没有那个感恩的心在里面 你没有办法牺牲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服侍神上面 真的感恩很重要 感恩就是把神摆在第一位 他为我而死 我能够为他保留什么 没有 你不能够保留什么 我们是他所拯救 是归属于他的 我们能够为他保留什么 一切都要奉献给神 这是第一个 把神摆在第二位 第三个 我们看感恩的特色 这十个人来找主耶稣的时候 他是站得远远的 是站着 是站着 但是当这一个人 回来感谢主耶稣的时候 他怎么感谢 十六节 他怎么感谢 趴在地上感谢 那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心态的改变 他来求恩典 可能是 因为大家说主耶稣很灵 所以就来求主 现在主耶稣叫他去给祭司查看 半路就医好了 他就知道主耶稣是神 这不是人做得到的 所以来主耶稣的面前 感恩就是觉得很不配 就爬倒在地上 这就是谦卑 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很感恩 这个人绝对是谦卑的 反过来讲 如果一个人很骄傲 他还不知道感恩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圣经里面讲 你有哪一个东西不是得来的 请看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 第四章 第六节 弟兄们 我们为这个缘故 拿这些事情转比自己和亚伯罗 叫你们下佛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 免得你们至高至大 贵重者清干 第七节 使你们与谁不同呢 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仿佛自刮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这个保罗问得很好啊 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你头脑很好 你这个不是从神领受的吗 你知识很高 这不是从神领受的吗 你能力很大 这不是从神领受的吗 你身体很强 这不是从神领受的吗 你一切 你所有的一切 都不是从神领受的吗 你看 约卜 非常富有 受到人尊重 但是当神允许魔鬼攻击他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了 孩子全部都死了 牛羊全部都死了 健康也没有了 连他太太也反过来反他了 所以如果神不给你收回去 你什么都没有了 因此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会让你觉得你高过别人 那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感恩 你就变得很谦卑了 这是从神来 我还能够讲什么 这是神托付我管 托给我的而已 祂是主人 所以感恩的一个特色就是谦卑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 教会的信徒真的很谦卑 因为他很感恩 他知道这是神的恩典 他不敢骄傲 如果神要收回去 很简单 神要收回你的健康还不简单吗 神要收回你的职业还不简单吗 神要收回你的财富还不简单吗 很简单的 感恩就是谦卑 所以这个感恩有三个特色 我们回到这路加福音的 十七章 那感恩有什么好处 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把它分析一下 感恩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与主耶稣的距离缩短 当他开始来见耶稣的时候 他有大麻风 所以站得远远的 这不只是物质的距离 这也是灵里面的距离 因为我们人有罪 所以我们跟神是隔得很远的 是天跟地这么远 因为神是公义的 现在神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愿意来感恩 你看他感恩的时候怎么办 十六节 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 现在已经到了耶稣的脚前 跟主耶稣很近 已经近到脚前了 所以我们越懂得感恩 你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亲 因为你懂得感恩 神就觉得很喜悦 你知道我爱你 你知道我懂得感谢我 神就赐给你越多的恩典 你得到越多的恩典 你越感恩 神又给你越多的恩典 你天天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活在地上 就好像活在天国里面 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忧虑 我们下一代 什么都是average 长相也average 能力也average 读书也average 那将来怎么办 不需要忧虑 如果他身上有神的恩典 他活着会像天国一样 这个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点 因此这个人 他懂得感恩 所以他就来到耶稣的脚前 跟主耶稣很亲近 这是第一个 跟主的关系拉近 反过来讲 你如果看哥林多签书第十章 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发愿年 一旦发愿年 神就不喜欢他了 神本来把他们带出来 是出于神的爱 但一旦发愿 神就不喜欢他 旷野一个人杀掉 到最后 二十岁离上的男人 六十万只剩两个人 不能发愿年 只能够感恩 感恩是我们跟神距离拉近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感恩的一点 就是十九节 就对那人说 起来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 你的信救了你 这不只是救你的肉体而已 更是救你的灵魂 所以那十个人得到恩典 就离开了耶稣 没有子就没有生命 约翰一书里面讲 有子就有生命 子就指得主耶稣 那这一个人回来感谢主耶稣 他的信救了他 不只救他肉体 将来灵魂还可以得救 所以一个人如果懂得感恩 天天回来敬拜神 不只他肉身有恩典 他将来可以回到天国去 这就是感恩的好处 所以我们得很多的恩典 得很多的好处 你如果得到中的感恩 你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所以感恩的人最聪明 最有智慧的人 就是知道感恩 这是这一段圣经 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讲神的国 法利赛问神的国几时来到 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到 不是眼睛所能够见的 因为神的国是属灵的 人不能说在这里也在来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 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 罗马书十四章里面说 神的国不在乎公义 不在乎吃 乃乎在公义和平 还有圣灵中的喜乐 这个表示说 如果神的国完全在我们内心实现 你的内心不会被罪捆绑 再来你的内心有和平平安 再来你的内心会有喜乐 这个就是神的国的实现 因此主耶稣叫我们要追求 神的国跟神的义 就是每一天要去追求 让神的国完全在我们内心实现 那你在地上就可以体验到 天国的滋味 罪没有办法捆绑你 你不会去恨人 虽然别人对你怎样 你不会恨人 因为神在你里面 你不会恨人 再来你跟别人关系很好 和平 再来你心中很平安 因为有神同在你很平安 平静安稳 风雨中也平静安稳 再来就是喜乐 神充满你里面 你的内心还有不满足的地方吗 所以这个神的国 如果我们在追求神的国 跟神的国真的实现 就是公义和平喜乐 那生活就是天国 因此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 22节 一直到32节 这个在讲 挪亚跟罗德的时代 跟我们这个世代的比较 挪亚的时代 跟罗德的时代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 以主耶稣讲的时代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 我们看27节 26节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27节 那个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 挪亚进方舟的时候 红嘴就把他们全部都灭掉了 又吃又喝又嫁又娶 就是凭眼见 不凭信心 因为挪亚传警告不听 那既然凭眼见不凭信心 所以神的慈爱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因此 他们后来就被红水冲掉了 因此神在毁灭之前 都先有慈爱 人不接受神的慈爱 人就要面对神的公义 所以人没有办法埋怨说神不公平 那现在罗德的日子 这个罗德的日子也是一样 人又吃又吃又嫁又娶又耕种 也是只注重今生 不注重神 那当罗德出所多麻的时候 火就下来把他们都烧掉了 那我们再看31节 32节 你们要回向罗德的妻子 罗德的妻子虽然出来 回头一看 变成云柱了 为什么回头看 因为他顾念所多 那罪恶的所多 所以就变成云柱了 虽然已经出来了 已经得救了 到最后还是变成云柱 这告诉我们什么 主耶稣已经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 我们已经归属于他的国 如果我们再回头看世界 你还是很沾炼世俗 沾炼世俗 肉体情欲眼目情欲金生交 你回头过来看沾炼世俗 你的灵性就开始走下坡了 你再不赶快眼睛看耶稣 就下去了 就变成云柱 救恩就没有了 所以在末世来 主耶稣再来之前 非常重要 对准耶稣 不能够回头看世界 回头看就变云柱 就没有了 那33节到37节 33节到37节 如果我们要把它取一个 取一个题目 也可以算是一个讲题 上吊的必要得着 这是天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 上吊的就要得着 33节 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 凡想要上吊生命的就必救活生命 世界上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 没有 生命是最宝贵的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但是 如果要保全生命 会上吊生命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如果要保全自己的生命 用否定主耶稣做代价 来保全自己的生命 你照顾会上吊生命 我们在 神经教教的历史 有一段遇到逼迫 1948年 中国大陆的基督徒遇到逼迫 包括我们真耶稣教委 谁是真信徒 谁是假信徒 马上分出来 真信徒遇到逼迫 下奸 甚至死都没有关系 但是假信徒 一下到奸 马上信仰改变 所以这个保全生命 就是遇到困难 你丧失耶稣 你以耶稣为此 那将来你就没有生命 那凡丧失生命 必要救活生命 这个丧失生命就是上吊肉体的生命 那救活生命就是救到属灵的生命 上吊必要得着 这个是一个圣经很重要的原则 一个例子就是尸体反 当人要用石头板把尸体反打死的时候 尸体反已经下了一个决心 我要为主耶稣训道 人生没有一个决心比这个大的 我要为主耶稣训道 钱没有了 还可以再赚回来 生命没有了 就没有了 所以尸体反这个决心是出于神的那种感动 但是当石头丢下来的时候 石头板一抬头看 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在等他回去 上吊的必要得着 在肉体上他上吊生命 但是他要回到天国得着属灵的永生 今天这个原则也拥有在我们每天的生活 我们常常要一直拥有 越多越好 给我给我 一直得 所以人都是自私的 以为说我们越得我们得越多 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 你如果愿意上吊 上师 施舍 拿出去 你就要得到更多 这是天国的原理 所以当我们信心越来越强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 什么样的人是最丰富的人 最丰富的人就是他能够用他所有去爱别人 这种人最丰富 因为当他用他所有去爱别人的时候 神的全员 那个福气的全员 一直进到他的生命里面 所以他不断有这个新的体验 不断有新的神的恩典 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你不断会有一种新的感动 他的生命不是死水一泉 一潭死水 有的人信很久没有体验 他生命好像一个古井 几千年的古井 那个水里面从来没有人变得拿出来 那个水已经发臭了 但是有的人这个生命好像是新的泉源 每一天提出来 每一天提出来 那个新的不断跑出来 每一天把神给他的 撕出去给人 神不断给他新的恩典 所以他的生命 这样一直在更新 一直在丰富 一直在施舍 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的一个重要原则 上吊的必要得着 你如果上吊生命 你就要得着生命 我们看三十四节 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两个人在床上 一个要娶去 一个要撇下 两个女人一同推谋 一个要娶去 一个要撇下 这就是拣选 神主耶稣末日再来的时候 得救是个别的 两个人在床上就是夫妻 不会说因为神拣选丈夫 所以太太就可以得救 救恩是个别的 丈夫信 丈夫得救 太太不信 太太下来 太太信 太太得救 丈夫不信 丈夫下来 就是这样 是个别性的 两个在一起推谋 一起做工 一个上去 一个下来 一个有信心就上去 没有信心就下来 救恩是个别的 救恩也不会遗传 救恩也不会 你可以为别人做的 是个别的 你自己要追求 自己要跟神建立关系 那如果这个关系好 我们有去追求 我们就上去了 在主耶稣哪一天 哪一天就上去了 三十七节 门徒说 主啊在哪里有这些世界呢 耶稣说 尸首在哪里 鹰也在哪里 这段圣经 这个联总真理 我会有研究过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到最后 共同的结论 这个尸首 是中文翻作尸首 因为这英文 就不是尸首 是八底 身体在哪里 鹰也在哪里 也就是说 主的身体 就是教会 教会在哪里 属灵的信徒 也在那里 属灵的信徒 就是鹰 四活物里面 有一个就是老鹰 所以你看 我们属灵的信徒 要搬家 要买房子 一定是往 有教会的地方搬 你如果看到 一个信徒 找工作 走相反的方向 这个信徒 一定灵性在走下坡 有教会的地方 然后 现在去找一个 一个地方 没有教会的地方去 为什么他会找到 没有教会的地方去呢 很可能是因为 那个工作职位比较高 或者收入比较大 那为什么职位比较高 收入比较大 他会跑去那里呢 就是因为 教会没有吸引他 神没有吸引他 如果一个人 有真的被神吸引 死守在哪里 鹰也会在哪里 教会在这里 你的心就会在这里 因为有神的爱在里面 所以你看 我们有时候 你到学校里面 去接你的孩子 很多小孩子出来 你看了都没有感觉 但是一个小孩子出来 你看了就有感觉 因为那个就是你的孩子 跟这个一样 如果我们里面有神的爱 有主耶稣的爱在里面 你就会体会到 那个腓立比书里面 保罗讲 我说我体会耶稣的经常 谢谢想念你们众人 因此一个人 如果离开教会很远 即使在教会旁边 他不想到教会里面来 这个人里面已经没有神的爱 如果他有神的爱 他会很想到教会里面来 如果他没有来教会里面 他会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我想要看我所爱的弟兄姐妹 对对对 有时候我们在 我们自己可以反省自己 我们到教会里面来 你看到弟兄姐妹 会不会觉得有什么感觉 如果你看到弟兄姐妹 没有感觉 就是没有爱 没有基督的爱在里面 如果你有基督的爱在里面 你看到弟兄姐妹 你会觉得很高兴 这是一个自我反省 一个指标 所以有时候 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 她被安排在厨房里面煮饭 她到教会里面来算人数 她算得又很高兴 居然会遇到 好高兴 好高兴什么 今天就有好多人了 这些人跟她也没有关系 也不是她的亲戚 她怎么看到这么多人很高兴呢 主的爱在她里面 所以这里讲说 吃手在哪里 鹰也在那里 那个向心力就是神的爱 在里面 你才会往这个教会的地方去搬 这是这段圣经 我们现在十八章 十八章从第一节 我们到查稿到十七节 我们就结束 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 这在讲 窃求的寡妇跟不义的官 那虽然 这是教导我们要怎么祷告 虽然那一个官 他不怕神也不怕人 也不尊重世人 第四节 但是这个寡妇 因为天天祷告 天天向她求 到最后就给她伸冤 所以十七 第七节 神的选民 咒业呼求 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 终不给他们伸冤吗 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 我们祷告要有 要有这个 persistent 就是有 有决心 那你如果这样 很下决心的祷告 很有耐心这样祷告 神会受感动的 有一天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 就是像这个寡妇 那第九节到十四节 这个第九节到十四节 就是两种的祷告 那这个两种的祷告 一种是 第九节 葬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 所以这个骄傲 有一种叫做属灵的骄傲 不是骄傲本身是属灵的 而是说 因为自己觉得属灵而骄傲 那因为自己觉得属灵而骄傲 这个人本身已经不是属灵了 那这个文字法律塞人 因为这样自己是比别人好 所以就藐视别人 那文字法律塞人的好 是外表的好 所以十一节说 我不像别人热手 不亦奸淫 也不像这个税吏 对 热手 不亦奸淫 这个都是真的犯的罪 但是这个税吏 来到神的面前 他不敢望天 垂自己的胸 他悔改 求神 开恩 可怜 他很谦卑 所以在神的面前 他反而变成义 那这个法律塞人 在神的面前 他反而不义 所以到最后他说 至高的要降卑 自卑的要升高 至高的就是法律塞人 看成自己属灵 到最后在神面前 他反而变成低的 那自卑的就是税吏 税吏因为很不好 所以他很自卑悔改 到最后变成升高 神反而看成变成好人 所以这在神的国里面的这个道理 真的跟我们人在想不太一样 谦卑是何等的重要 谦卑在神面前是升高 至高在神面前就掉下来 那至高跟谦卑 至高常常因为属灵的原因 我们比别人热心 我们奉献比别人多 我们聚会比别人长 我们工作比别人多 所以我们常常比起别人 我们就觉得我们好 一干至高在神面前就掉下来了 所以谦卑很重要 十五节到十七节 这个十五节到十七节 就告诉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 神的国是这样 十七节 反而要承受神的国 若不向小孩子断不能够进去 这是一个给我们讨论的一个题目 什么叫做回转向小孩子 我们以这个题目来讨论 在家庭许位 所以我们再重复一次 我们第一次 十六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七节 第二次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一节 第三次十七章第一节到十九节 第四次二十节一直到最后 第五次十八章一节到十七节 那那个进度比较慢了 我们可以快一点把它赶上来 那我们进度就会一样 那还有一点就是 我请我们每一区 我们家庭聚会最后一次祷告 祷告十五分钟 把这个当作习惯 因为如果这个习惯以后 我们自己家庭也可以祷告久一点 那祷告有一个目标 就是为我们那一区的圣公祷告 那圣公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为我们那一区的步道工作祷告 第二个就是为我们那一区的牧养工作祷告 有一些信仰有信有习礼 但是少来教会 我们要关心他们 所以我们每一次聚完会 最少祷告十五分钟 在家庭聚会的时候 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